乔·拜登表示 虽然唐纳德·特朗普的某些外交政策举动 值得一点点赞誉 但由于他损害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 他不应该得到很多的赞誉 亲特朗普的提问者对此做出了回应 他们认为共和党领袖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许多胜利 当被直接问到特朗普的国际政策 是否应该得到一些褒奖时 拜登直言不讳的回答 有一点 但不应是很多 我们发现自己处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立的位置 拜登说道 标榜独立行动 美国第一 已经使美国变得孤立 你让伊朗更接近拥有足够的核材料来制造炸弹 朝鲜拥有更多的导弹 然后就会发现我们的北约盟友公开宣称 他们不能指望我们 拜登补充说道 对特朗普总统达成穆斯林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表示肯定 但除此之外 我们在世界范围内的信任度不是很高 拜登说道 他几乎退出了所有国际组织 当美国人去联合国时 就会因为特朗普的政策而被嘲笑